10月16号,2021拉萨半城马拉松正式开赛 赛事社半城马拉松、四分马拉松和迷你马拉松三个组别 共有3000人参加 本来我们这个赛事是从去年年底就开始筹备 原定的人数规模是5000人 我们为了安全办赛这么一个理念 把人数压缩到了3000 但是我们这个报名窗户一开启 短短几天就把我们的名额已经报满 当天九十三十分发令枪响 参赛选手从西藏自治区会展中心广场出发 途经江苏大道、冰河路、迎青桥等 跑向设立在布达拉宫广场的终点 我们现在这边是海拔太高 就是成绩就比平原的话差也多了 但是在高原上那么跑出来的运动员 专业运动员也好群众也好都是最棒的 据悉自2018年拉萨首届半程马拉松以来 拉萨市已成功举办三届半程马拉松比赛 这项古老而年轻的赛事深受广大市民和游客的喜爱 我们认为这个举办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 不单单是一个体育的一个活动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 我们想把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拉萨所取得的新发展新变化展示给世界人民 拉萨市体育局局长格桑加粗介绍 目前在体育强国的大背景下 民众的健身热情和爱好健身的人群与日俱增 展示出了全市人民良好的精神风貌 近年来拉萨市委市政府 着力打造全民健身加全域旅游升级版 创新发展体育加旅游加文化模式 高原马拉松等品牌赛事活动 已成为推动当地体育事业 和文旅产业联动发展的重要纽带 成为展现拉萨独特民族风情 和旅游文化资源的重要平台 我们拉萨市的体育健身设施不断地在完善 咱们拉萨和两岸的健身长廊已初步成型 在城市社区内的健身设施分布也更加合理 基本实现了这个15分钟的健身圈的这么一个目标 在本届半程马拉松比赛中 索朗才人以1小时14分28秒的成绩 获男子半程组冠军 次人错母以1小时24分01秒的成绩 获得女子半程冠军 拉萨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詹堆在颁奖仪式上致辞时表示 拉萨半程马拉松已经成为传递体育精神 展示拉萨形象的一张亮丽名片 度隔终оф 玉万leich逆 闢 玉万 远 統 感谢观看